欢迎大家来到Simple A-Class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就是Low Basic Ours Resonactive Half-Life 里面的16版 第四条第四条就是有哪个Graph 接下来找Average Background Count Background Count怎么找呢? 第一件事,看最后 怎么看? 因为最后是平线 平线10%贴着0 如果没有Background的话 但有Background就会整个Graph弄高了 因为每个Count Rate都会 无论你在何时都好 Background都不会变 全Graph弄高了 看最后的 因为它是平线 所以这个是可靠的Background 有时看到Graph比了这个 一直在跌 那就不要拿那个Major Background 那不是Background 就是在跌 所以Background数回来看 这里应该是什么 中间就是20 因为这里一格40 中间20 好吗? 所以A做完是20 那就算多一块 第二 找Half-Life of the Radial Nucle from the Graph 如果我们怎么不靠画新的Corected Count Rate的Graph 都会找到 其实是用了少少Major的Translation 的Graph 这里怎么用呢? 第一件事 Initial 这里应该是180 对不对? 嗯 Corected Count 应该会是 减20 应该是86 对不对? 嗯 86 86的一半是多少? Half-Life Half-Life一半是什么 这个是真的 实际上银河包只有86 但他冲大头本身给了800 即是80 86只剩下半条人命 就会剩下多少? 80 对不对? 但是这个80 有没有冲大头的? 有没有计算Background 嗯 未计算Background 如果计算 这个Graph 它的Y axis是什么 计算Background Count Rate是计算Background 我计算到多少 我不能否计算Background 不可以 所以我将这个80 转回了一个 真正的Count Rate 这个是Corected Count Rate 如果要转回真正的Count Rate 是不是要加Background 20 所以为100 接着看100 在这里对不对 100数过去 下来的时候 多少? 15 所以答案就是15 嗯 明白吗? 完 我想刚刚的内容 应该帮到大家不少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你们留留言问我们 如果想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的话 就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拜拜